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的是 如何使用Logic裡面的Hyper Editor 來打到編輯鼓的方式 首先我們先做一些事前的準備 我先開一軌 樂器軌 Create 好 這時候我們先選到一組鼓的音色 譬如說 Acoustic Drum的 Studio Heavy 好 選好後 我們就可以來準備開始編輯鼓了 這個時候我們先 畫上四小節的空白的MIDI區段 讓它可以重複播放 好 這就是我們事前準備 這個時候我們按下 編輯視窗下面的Hyper Editor 打開它 你就會發現這就是 就是 所謂的Hyper Editor 這時候你會看到 Hyper Editor的 左邊的欄位 這邊會有一個 GM Drum Kit 通常打開來的時候會是 MIDI Controls 會是像這樣子的狀態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先選到 GM Drum Kit 好 這就是 所謂的Drum Map 就是跟Cubase或者是Nuendo裡面的 Drum Editor是一樣的 就會有 音色的名稱 好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來 使用Hyper Editor 來打到編輯鼓的方式 這時候你會看到我們先 我先為各位示範一下 Kick 大鼓 好我們現在來加上大鼓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畫 可以直接畫出大鼓 譬如說 嗯 這樣子 好這時候當你用 使用鉛筆的工具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在 蓋音上面拉它的力度大小 好 大鼓先畫成這樣子 然後再來小鼓做一個簡單的節奏 我示範給大家看 好這時候我們可以先聽聽看 好這就可以達到編輯鼓的方式啦 然後我們稍微讓它 像一個節奏 好這時候我們先把大鼓小鼓 讓它更 更好聽一點 好聽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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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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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有了 我們接下來來個嗨嗨 各位就會發現到這邊會有三個嗨嗨的名稱 Closed嗨嗨 Paidol嗨嗨 Open嗨嗨 你會發現到這三個的左邊會有一條線連在一起 這表示說 這是同一組的音色 表示說當我 譬如說我現在畫一個 Closed嗨嗨 如果在同一拍上面 我也想要Paidol嗨嗨的時候 是不可以的 就等於是說這個 模仿真實的鼓上面 一次只會有一種聲音 出現 你就可以把它連起來 就是 表示說 避免說同時會有Closed嗨嗨嗨跟Paidol嗨嗨 這樣就會有兩個嗨嗨的聲音了 這樣是 在一個整套鼓上面是不會出現的音色 好這時候我們現在來 呃 加上我們的嗨嗨 這時候你會發現我們嗨嗨 現在這邊的所有的對齊方式都是以16分音符對齊的 然後我們現在要加上Closed嗨嗨 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左邊這個欄位會有一個 Grid 現在是16分音符 我們可以把它切到 8分音符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現在這邊變成 8分音符為格的單位 這時候我們要畫嗨嗨嗨的時候 譬如說我把它畫滿 我只要 利用鉛筆這個工具 直接滑鼠按下去 往下畫 好 非常的快速就可以把我們嗨嗨 處理掉啦 好這樣就可以編輯鼓啦 是不是很快 當然我們這樣畫的時候是 還滿呆板的 這時候如果我們懶得要修細部的話 我們可以稍微做一個動作 就是讓它更人性化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在 Function這邊 按下去後 你會看到最下面有一個 Transform的選項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 Humanize 就是人性化的意思 好你會跳出一個視窗 叫做Humanize 好這邊就是 Large可已經幫我們預設好的 人性化的視窗 我們這邊就先不多做介紹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在 Select and Operate 就是選取並執行它 按下去 好你就會發現 剛剛的力道會變得不太一樣 我們再按一次 它會調整不同 人性化的方式 會讓你的鼓聽起來更自然 比較稍微像 真人在打鼓 但是 當然你要讓它更像的話 你必須做更細部的修改 好這就是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 如何使用HyperEditor 來達到編輯鼓的方式 好啦就這樣子啦 掰掰 掰掰 拜拜